哈喽大家好 我是夏海 今天我们来解一个锁 叫做模金结 据说它非常的困难 但是我去看了一下它的难度只有四级 比之前这个六级的模金卷差了两级 所以它的非常困难 是不是哪里搞错了 大家再多看两眼 因为这个结构感觉非常的松散 我怕我一不小心就把它解开了 我们先观察一下它的结构 从这个纹路上来看 它就有点像三个这种类似三角形的环扣在一起 这个形状有没有感觉很像一个东西 这不就是 背垫嘛 尺寸都刚刚好 它要解锁应该是将这三个环互相解开吧 为什么这么松啊 啊 就这就解开了吗 这三个环之间还要再解开吗 应该是解不开了吧 这个环都是封闭的 没看到有缺口的样子 只有这里有一点 但是这里也是汗死的 所以本次解锁过程只用了三秒 告知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原来这个锁和很多的乳伴锁一样 不讲究解而讲究装 什么意思呢 就这个锁你要解开 可能三岁小孩都能解 但是你要装回去 可能要30岁才行 那我只有18岁 要装回去 是不是就比较吃力啊 不装了 穿牌了 这个锁要装回去 应该也简单吧 不就是一环压一环 就三个环 能拿到哪里去 注意看这三个环上 都是带凹槽的 那么我们是不是只要像这样子 凹槽对凹槽 就能将它放平 就能将它完美契合 在放上去之前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这三个环 首先这两边的环 是勾在中间的环上面的 中间环上带两个小圆点 这样很容易辨认 我们要把它装上去的话 肯定是把其中一个环 跟中间这个环扣好 再把另外一个环 跟这两个环扣好 应该是这样的先后顺序 加上这两个环 可以随时闹着这个转动啊 所以它们的左右之分 没什么意义 我们就随便找一个吧 右边比较顺手 就拿这个环来跟它套吧 找到跟它完美契合的点 这样上扣不行 我们就这样下扣 再不行的话 我们就换这个环 这个好像确实不行啊 那么我们换一个 换这个来扣 看 这两个环感觉就扣得好多了 六个交接处 只有那么一两个没扣紧 感觉有戏 再转一下 诶 看 是不是就贴得很好了 这两个已经装好了 现在就是想办法 把这第三个给它扣上 先把它放回去 看这两个环现在的状态 它的三个角 应该分别是放在这里 这里和这里 但是我现在感觉 被压到这个角落 好像是放不过去的 还把这挤开了 这个位置好像不对啊 我想一下 如果我把这个 拉起来一点 先把它放过去 这样能压下去吗 也可以 这样到中间来 是不是就好一点了 你看 然后再这样 这种形状感觉是对的 但是我想一下 怎样把它压进去 现在这两个环是不能动的 我们只能动这个环 再转一下 哎呀 怎么老师会把我另外两个环 给它打散掉 再转一下 诶 搞定 又是一个好解难装的锁 不过只要找对思路 有足够的耐心 慢慢的去试 总能装好的 第一次可能会很难 但是当你拼过一次之后 再解开再来拼的话 就很快了 但是再快都快不过解锁 给大家模拟一下 三岁小孩解锁 解开了 告辞 destructive 第一次可能会有效 你怎么看 你怎么能保存给你 选择 所有的东西 我解锁